我們的研究中心是因為我們發現現在人民中太習慣地使用塑膠袋 但是這樣會對海洋造成很大的影響 然後我們就常常在電視上看到有死掉的海洋生物 他們被解剖的時候發現外面全部都是塑膠袋或是塑膠製品 然後還有因為塑膠袋它容易製作但是不易被分解 所以對環境的造成傷害也很大 用目的第一個是我們想要了解桃子角學生在個人檢數上面的可能性 第二個是因為今年剛好有新上路的一個政策 就是店家部的免費提供塑膠袋 所以這啟動了我們想要更深入了解大家的想法跟態度 提供了解桃子角的體系 有很多人都了解塑膠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但是卻沒有很多人會願意為了環境去做一些改變 而且大部分的人使用塑膠帶的原因都是因為習慣 然後對於今年關於塑膠帶的政策 多數的同學都表示戰勝 這讓我們覺得很好 因為大多數的同學都有環保意識 那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強制的減速養成習慣 其實很棒 經過這次的活動 不再讓我再一次的體會到塑膠帶對環境的問題 並重視這個議題化也了解到了塑膠帶的新認識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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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